嘖嘖嘖嘖 嘖嘖 嘖嘖 又換東西啦 XMRO大家好,我是Van仔 今天又跟大家開箱了 就是開這隻Corsair滑鼠啦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過直播的話 我早上就換了Rapoo VT950的對稱滑鼠 沒錯,就是它一隻無線的GAMING MOUTH 是一個對稱設計 我用過都相當不錯 但是它的電源用得太快了 基本上我是一天裡面最少要充電 當然是我玩遊戲的時候 所以我就要在無線耳機和無線滑鼠 當中就不斷抽插那一條充電線 有點麻煩 以它8個多小時的遊戲時間 我覺得就真的差一點 所以最近Corsair出了Iron Close RGB Wireless版本 就立刻想試試它了 因為為什麼會想試呢 肯定是收了別人的錢 錯了 在我還沒換VT950之前 其實是用Rocket的Tian 這隻滑鼠其實是右手人體工學設計的 一隻比較大的滑鼠 而VT950是屬於紙爪型的滑鼠 兩個滑鼠來說我都很適合的 只不過有人體工學的類型 其實握上手是沒那麼累的 所以看到這次Corsair出了一隻有Wireless版的Iron Close 我就很有興趣了 這次這隻無線版就不僅僅是把右線版轉成無線 其實它的功能上都比之前多了 是有點像Tian的設計 所以令到我很想研究一下這隻滑鼠 好,事不宜遲,開箱 它這隻滑鼠就說RGB的Wireless 所以也會提供基本的RGB 除了Logo位之外 上面滾動位 還有車頭燈 但我印象來說 應該沒有漸變多彩RGB 所以都是基本的 很簡單 後面有一條線 說明書基本 會有一個無線接收器 加上一個由microUSB轉成正常USB頭的adapter 都不用猜的了 簡單來說就是把這個接收器插進這個adapter 另一邊就把剛才的充電線 另一邊播放 當大家在無線的情況下 直接去接收 當沒電,拔掉那個adapter 用microUSB直接插進滑鼠 這樣充電而已,很簡單 這算是近年遊戲的無線滑鼠基本功能 好,拔掉底膜 那滑鼠的底 除了有四塊大的膠墊之外 中間的部分 Sensor側邊 就會有一個開關鍵 沒錯 好像最近Crosser的滑鼠 都很流行 是2.4加藍牙的設計 所以如果大家帶出去的話 就直接拔掉藍牙 可能是放在notebook上用 相當之方便 大家可能都知道近年的notebook USB真的很缺 如果又插到2.4的接收器 USB就幾乎沒有了 這個設計用藍牙 相當好 正如我剛才所說 它是一隻右手人體工學設計的滑鼠 而且是相當肥胖的 如果對面為他人的話 就會發現兩隻滑鼠的設計上 其實真的差不多 也可以看到傾斜的設計 亦是這個部分 令我想試一試它的手感 滑鼠的部分面 就有一陣類膚的防滑膠膜 摸下去都相當順滑 希望也不會發生那些事 而左右兩邊 也會有防滑膠 放無明指的話 那塊比較小 而武指那塊會大一點 滑鼠會有三部分的燈 剛才也說過滾輪 Logo位置 車頭燈 DPR一個就不能調校的效果 純粹因為提示你的DPR 所以就不算是LED的部分 比起有線版本 無線版的按鈕就相當多了 因為有線版本就很基本的 可能有DPR增減 再加上4-5號鍵 頂道籠有7個鍵 而這裡就加到有10個鍵 在滑鼠左鍵的旁邊 就會多了兩個按鈕 而4-5號鍵的頂上也會多了一個按鈕 令到操作上 其實沒錯 真的有點像它 當然Rocket上的按鈕更加多一點 但其實有些按鈕我用不著 例如這兩個按鈕 我一輩子都沒有按下去 現在提供的按鈕 應該算是我用得著的按鈕 也會覺得這樣設定更好一點 起碼不會有些位置 硬加按鈕 而我用不著的 滾輪方面 很簡單,都是一個普通的按鈕 有一點點段落感 基本正常的 物件的情況下 滑鼠中間的按鈕 就不是DPI按鈕 而是profile按鈕 所以當你按鈕的時候 其實這個位置 LED的提示部分 都會有一點點不同 另外就是 它的旁邊左鍵位置 就會是DPI按鈕 當然這時候可以再改 我設定的時候 因為設定了三段 所以你會看到燈那裡 只會顯示三段 另外在滑鼠的4、5號鍵中間 有一個叫option的按鈕 這個option按鈕 我試過 它應該真的沒有功能 我相信這個option按鈕 應該是給大家 在iQ軟件做一個設定 我會把這個按鈕設定為Sniper鍵 在這三個按鈕來說 中間這個按鈕 我覺得是略為難按一點的 因為始終不太習慣 我相信要少許時間 因為你下面有4、5號鍵 怕按錯的時候 就會沒那麼放膽的 除了改option按鈕之外 其餘的按鈕也可以做修改 例如我想把中間這兩個按鈕 改到DPI增減 這樣也是沒問題的 甚至可能會遷就一點的 基本的按鈕是時候說一些spec的東西 左鍵的部分 它用了一個OMALON的微凍 算是近年的基本 而它的可按鍵的範圍 都可以到差不多中間的部分 對於不同的握法都可以應付到 可能當你是掌握型的握法之後 把手指降到整隻蟹 都可以的 其實都可以按到的 也是針對近年可能大家的一些奇怪的操作 而設定 Sensor部分 今次用了18000dpi的光學製式 加上1ms和1000Hz的反應時間 所以跟你在友善的情況下 操作應該是一樣的 而這也身為Lap Stream的1ms的低延遲技術 也讓滑鼠在無線的情況下 可以有10米左右的距離 做一個很穩定的連接 在有發光有效果的情況下 大概維持了16小時 沒有燈就有24小時 而藍牙部分更厲害 當你是用普通的Normal燈效下 它有30小時 關掉的話有50小時 我相信這隻滑鼠也希望可以維持到 大概1至2的我才充一次電 我覺得都可以收貨了 起碼我不用打Divisional 沒有電又要插線 介紹和規格部分差不多結束了 之後我會立即做一個測試 看看這隻滑鼠的滑鼠有什麼感受 之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測試了大概兩天左右 基本上電量方面我都蠻清楚 起碼真的用了一天以上 再說,如果打機的話會浪費多一點點電 但一般Normal的可能是開著燈 我會保持到12小時以上的 不會像的 VT950上網沒有打機 都搞一下一天都已經用不到 除非你全天都打機 24小時的打機 可能真的沒有電了 如果不然我覺得你打一下機休息一下 如果打機休息一下 滑鼠不會保持全低的話 相信它都不會很快用這些電 由於Ironclose 是一隻右手人體工學設的滑鼠 其實拿起來 我覺得會比較鈍一點 始終因為人體工學 它是包著整隻手 我覺得真的動起來 沒有紙爪式的滑鼠那麼方便 當然可能是熟悉的問題 始終我都太久沒有用過肥仔的滑鼠 這可能就要少少時間去適應 當然so far,如果你是打機 兼且會上網文書多的話 這個設計人體工學設計 我覺得是相當之滿意的 尤其是帽子部分 即是橡膠壓下去是相當舒服的 另外就是帽子無名字這個位置 其實也沒什麼好看的 我看到的部分 除了中間的option 比較難按之外 其實整體按鍵是舒服的 當然將左鍵旁邊 我改為4、5號的功能之後 原本4、5號的位置 有三個是macro 或者是另外一個option的功能 最後講到LED 其實大家都看到滑鼠上的LED 那三個部分 是相當之不明顯的 尤其是滾爛的部分 再加上前面的車頭燈 你用的時候 肯定就看不到 再說吧 當你的手掌 拍下去滑鼠的時候 你連Corsair的logo都看不到 有一點點感覺 是寧願關掉燈 讓電池用一點 玩耍了幾個小時 好像更像素 當然啦 有RGB的感想是添花一點 可能有時候放在這裡 拍照自拍也OK的 所以我其實有一點建議 就是關掉滾爛 以及前面車頭燈的位置 只留下Porsair的logo位置 滑鼠之後 我們是時候說軟件了 剛剛也說軟件 可以用來設定RGB 以及按鍵的設定 但是這個設計上 就相當奇怪了 如果是由其他品牌轉過來 Corsair的話 這裡就留意了 因為平時改按鍵的話 有一個圖片 按下這個按鍵 就可以立即切換不同的功能 Corsair方面比較特別 用一個Layer的方式表達 例如我想改這個按鍵的話 首先要加一個Layer 放在左鍵上面 但如果熟習了的話 其實就不會很難 甚至會比較容易的 當大家設定了Mac之後 我想由第一個按鍵到第二個按鍵的時候 只要把你的指牌 直接設定到第二個按鍵 就可以搞定了 好過就要先在第一個按鍵 取消一個功能 然後再跳到第二個按鍵 設定一個按鍵 所以這裡就真的沒有說 誰比較好或不好的人 好,這條影片就來到尾聲了 如果有興趣的話記得按LIKE、Subscribe 以及分享一下 告訴你的朋友 Corsair最近出的無線滑鼠 可以用2點色的 還有藍牙之外 還有一個人品和設計 手感非常之好 如果你是來玩遊戲的話 我覺得也不錯的 好,就這樣了 MING!